宇昌案急转直下 金建会坦承资料措置时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晚间替党籍立委参选人 郭荣宗站台时首度回应 蔡英文痛批马政府只会抹黑对手 还陪上台湾的民主 让政务官做了不该做的事 扭曲政府的公信力 顶着寒风 桃圆县官乡民众热情欢迎蔡英文 原本严肃的表情 也在看到详情支持后 浮现笑容 这上讲台蔡英文开口 首度回应宇昌案 剩下三十几天 只剩下一个招数 就是抹黑 抹黑如果他的竞选团队抹黑就罢了 这个竞选的团队 还加上这个整个政府 跟国家的机器 都被卷进来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把政府的公信力 把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都扭曲了 被兰英穷军猛打的宇昌案 结果却是经建会资料搞乌龙 蔡英文再痛批马政府 马英九说他改变了国民党 没有错 他让国民党倒退 他让台湾的政府 让台湾的民主 也培敬在这一次的最后的选战的阶段 他让政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也让政官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动用国家的资源 来操弄选举 我们更不会让体制化的人 来指挥政府的运作 不接受访问 蔡英文趁着替郭荣宗造势会场 一口气吐漏不满 而晚间民进党也宣布 拿出错误资料的 经建会主委刘一如 已经构成卫造文书 企图操作悬情 将在明天中午提出告诉 美式新闻唐光奈伦秉中SN小组 桃园报道